硬财儿吐槽起陈小春有多狠 节目上硬财儿公开说陈小春不会做感动的事情 开始诉说母亲节的心酸经历 母亲节大餐 餐厅是我订的 母亲节蛋糕是我买的 打车回家的滴滴也是我付的 后来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外产丢生 你到底送我什么呀 他突然间看了我远 我整条命都送给你了 虽说春哥的回答甜蜜暴击 可接下来的硬财儿的话是吐槽到了极致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女的要嫁给他 综艺上硬财儿还吐槽起了陈小春吵架后道歉的态度 话说这个彩铃区男生是不是都有试过 不过浪漫的春哥确实不止一次泰雷了 看到一只玩具小熊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哎呀好可爱啊 后来他就悄悄地买了一只送给我 只不过比那个小熊大了十倍 当时黑脸的陈小春抱着那巨大的黑熊走向我 那是我想过爱情最吓人的样子 当一财儿讲述当年陈小春那深入人心的山鸡歌角色时 吐槽的话匣子打开了 不是因为他拍得好 他就长得样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演得那么好 你知道他现在也是这样吃饭 不仅如此 四黑老公陈小春也是尝试 一次综艺上 因此而去探班陈小春 陈小春说到曾与张国荣同台时 台下工作人员问道 陈小春哥是不是给哥哥办过舞啊 那肯定是伴舞啊 那能干嘛 跟张国荣干嘛喝茶 说起两人的年龄差时 应此而放出大招来黑老公了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 陈小春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最大的黑粉 就是老婆应此而霸 接下来 molt